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卖完了 已经卖完了 又铺了个空想买快筛试剂 来到药局却通通碰壁 国内疫情在一起想筛个安心 民众抱怨怎么好难 有买到吗 没有 就只好看 问看看哪里可以买得到 去求助人家 刚好我哥是在便利店上班 所以他知道什么时候进货 他就会跟我讲的 可能一段时间才会进五盒 或者是三盒这样很少的量 到货马上被扫空 快筛一盒难求 药局透露 五成灯门客人都想买 甚至一天接到上百通询问电话 有网友跟抱怨 跑了二十多间店都扑空 不论是药局 超商 美妆店 加上全都空荡荡 中央一度紧急宣布 全面征收却在二十号改口 已经向国外购买一万剂快筛机 并将成立快筛国家队 目标月产四千万剂 价格压到只要一百元 但最快得等到五月一号 中间过渡期 民众只能插来弹 就连药局进货也尴尬 那有一些厂商的话 是说是可以释出一些给我们 但是价格都不是很漂亮 让我们觉得很尴尬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五月一号之后 政府有提供就是说 一百块钱以下的快筛四季 可是现在目前的话 民众问我们还是三百块钱 那在买断的情况下 如果在开始实名制的时候 那可能在成本上面 就会有所差异 那我们现在跟 要是公会全联会在谈 实体通路买不到 反观网路上却出现各种品牌快筛 要是也提醒小心假货诈骗 或是买到过期品 民众想花钱求行安之余 也得留意避免成了原大头 记者江城君黄教维台北新报道 好指挥中心现在预估了 说到这个月底呢 本土单日确诊数字 恐怕就会突破万例 好民众现在也因为有恐慌心理 就反映在卖场的销售量 不少的卖场超市就开始出现了囤货潮 包含像是防疫物资以及明星用品 相较去年同期都有三成的增长 那么业者现在也提升备货量 来做应战 卖场人员一早手上忙个不停 要把前一晚被扫空的货架 统统补齐补买 尤其月底确诊 恐怕单日破万 民众存粮备货就趁现在 就怕未来涌现确诊海啸 加勒服针对防疫物资 像是酒精口罩漂白水 以及明星用品都提升一倍备货 尤其罐头泡面近期销量 相较去年同期明显成长三成 虽然目前还不会寄出限购 但是民众转往线上购物 也成为疫情下的消费趋势 消费者的话 其实大部分会利用线上购物 选择生鲜或者是蔬果等产品 刚上市的加速费APP 其实有一个蛮显著的 三倍的一个成长 线上购物的话 其实也大概有一到两成左右成长 其他卖场也开始备战 全联表示过去一周泡面罐头 销量成长三成 防疫商品也有一成增长 而爱买针对冷冻保健食品等民生物资 也多了三成备货 至于好事多 目前还在观察当中 只有鸡蛋寄出限购令 民众在家防疫 加上现在居家隔离也能叫外送 不过外送员得送到家门口 中央这新规定引起反弹 外送员直呼 奥K以后都不怕没人帮送上楼 也有人质疑 如果感染一个外送员 有多少人受到影响 难道后果不严重吗 本土疫情大规模爆发 即便与病毒共存 民众生活势必大受影响 记者吴正宇李素玉台北 蔡凤博导 中央 中央 MING PAO CANADA.COM